作词 台湾的保健 作词 台湾的保健 作词 台湾的保健 作词,台湾的保健 它是那种像很廉稠的 像浆糊的那样 那种东西在上面 这个东西可能反映出 这个人在早期的时候 他的那个分泌物 是廉稠的 不像我们平常的像感冒 病毒感染 它是流青鼻涕 流水 我们叫咔它 它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会反映出个什么东西呢 它又在深部的气道里面 出现粘液成分 这种成分的话 如果我们在治疗上 不去针对性地做处理的话 你可能起了反作用 这个如果是不把遗体 把它打开的话 是永远不知道的 不知道 那您在现场 给您这个短促的时间里面 您能做的 就是能够看的是什么 观察到的是什么 我可以看见 它整个肺的颜色 是跟正常的肺有没有一样 它的这个质地 可以摸上去 可以感觉到 然后我们还可以挤一挤 这个肺里面 有没有东西出来 这些信息对于后期 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正常肺的话 它摸上去的感觉 像一个海绵 它含气 但这个肺摸上去 就不是这样的感觉 这个肺已经不是肺了 它是一个识变了 里面被别的东西吹到了 您的这种感受 有多重要 这种感受 如果你不去 有这种体验的话 你根本就没办法 去跟人家说 跟医生 医生也不知道 这个里面 到底这个肺 是个石头样的改变呢 还是个软的呢 那个白肺 是个什么东西呢 是一块大理石 还是一块木头 还是一块软木 那您捕捉到的 收集到的这些信息 会给这些一线的医生 带来一些什么 他至少知道 那个地方是 那个狙击手吧 那我就把那个狙击手 要干掉 你这个地方是 火焰喷射器 我就把火焰针 如果很密集的话 我就派炮火过去 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 你那地方如果是 是怕水的冰 我就把水搞过去 你怕火的 就把火搞过去 就看你这个病变什么样子 它有针对性的才行 否则的话 你就通气 你就通气 通气 通气 车会通的没用 它的那个路上 是堵塞的 就像那个路被堵掉了 你还派汽车去 那没用 你赶快把那个道路松开 就是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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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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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在这个地方 一个是在这个地方 一个是在里面 这个空气很很闷 第二个你不知道 这个尸体爆露 遗体爆露出来 它会有多大的病毒散发出来 这个跟时间有关吗 有关 时间越久 它暴露出来的这个浓度越大 我说我们就相当于 在那个核辐射 最核心的那个地方了 您恐惧吗 因为这个东西避之不及 但是您要如此近距离的 而且都是 都已经走了的这些病人 那应当说 他身体里面是很多很多的 对吧 对 还是恐惧 不恐惧是假的 虽然我以前做过SARS 也做过艾滋病 但是那个都是 别人已经做过的情况下 你这个做了以后 14天之内 是什么情况 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它的空气气溶胶 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很冒险的事情 这算是 相当于世界上第一次做这个事 那为什么还要去争这个 去当这个第一 总得有人去做 我说 在这个世界级的这种 大灾之前 如果我们不在里面 起的作用的话 我们真是 羞愧 这种真正性 我们下一次做的事 我们下一次做的事 我们下一次做这个事 是我们下一次的事 我们下一次做的事 感谢观看